吵架纪念日 这是一个很好的 生命影响生命的模式 那刚才的问题就是说 吵架纪念日 会不会让孩子觉得说 就是或者错事重提呢 那作为家长该如何去强调 是的 那我们不会常常提呀 其实有这样的纪念日 让我们避免再会发生 我们不会常提出来 我也很surprise 他在婚礼上面提出来 那我们彼此鼓励 我们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预备要发脾气了 你知道我会跟孩子说 我预备发脾气的时候 我就马上有圣灵的感动 说孩子妈妈预备要发脾气 你要赶快为妈妈来祷告 然后也避免我们这个5月7号 我这个大吵架纪念日的避免 那我想重点是你讲的时候 目的是要攻击对方 批判对方 挑剔对方呢 还是目的是提醒我自己 不要最犯错 所以我想动机很重要 非常地感恩 因为刚才孔章娜讲到说 作为父母要学习 去在孩子面前去道歉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纪念日 就是你去道歉 或者是提这些的 不是为了去指责对方 而是为了向孩子做一个榜样 其实真正能道歉的人 才是真正的强者 Amen 谢谢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 就是父母亲对孩子 最主要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其实刚才孔章娜讲了很多了 或许能够再highlight一下 尤其是高中生在特别繁忙的日程当中 那作为家长怎么去影响他们呢 刚才我看到channel里面也有问 就是说大学生呢 该怎么办 这个在读大学的孩子了 该怎么办 好像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了 怎么办 是的 对做他们的朋友肯定 那我们要记得 我教领导立刻的时候 都是有这样说的 是要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 换位思考 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 从天上到地上来 进入我们的世界 来帮助我们 那我们进入高中生的 学生的世界 知道他们怎么忙碌 怎么从他们的角度 来聆听 去分享分担 希望他们愿意跟我们去 庆幸土一 告诉他们的心思 能够就像我刚建议你们 每个礼拜最起码 每个孩子有半个小时的 约会 不是你去唠叨问问题 而是去聆听 让他吃 做 他喜欢做 然后按照他们的需要 帮助他们 怎么去影响他们 而且你也祷告 为孩子祷告 你会发觉 也发现 他有什么优势 给他们机会去发挥 每个人都很需要鼓励的 当我们被发现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觉得很高兴 然后我们优势 能够被操练用的话 真的是如鱼入水 我们觉得非常被肯定的 这个是 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 少唠叨他们 高中学生 可能还是要什么 申请学校什么的 少开进口多说进化 多讨论 然后有一个计划 让他们去想 策划 然后他们去负责任 然后怎么约一个时间 多久 大家再讨论一次 而不是每天 不停地去问 很多智慧要学习 好的 谢谢空张老的回应 真的是要蛮多的智慧 好 好